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笑话好像是听过了 不过蛮有意思 爱因斯坦坐火车 列车长来查票 他找来找去 找不到车票 列车长就很客气的对他讲 这个Paphasio 不用找 我知道你是谁 说完列车长继续往下查票 准备到下一节车厢 转头看到爱因斯坦还在找票 甚至于跪到地上去找 列车长讲教授教授 你不用找啦 我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我相信你一定买票 列车长很热心的讲 爱因斯坦抬起头很不好意思很尴尬的对 列车长讲 我必须找到这张车票 因为我忘了要到哪一站才下车 要看车票才知道 他最后的答案是 历史上最聪明的人 尚且会忘东忘西 所以想开一点 你忘了什么事 不用探视 老师真也常常忘掉很多事情 忘啦 本来这人间啦 忘了就忘了 不要老是提起来 让你回忆 不用 不弃想 过去的就算了 忘了就忘了 每一次 每一次 这个 我有一些事情想不起来 我就想到狗在叫 忘 忘 忘 我说很好 就是这样 忘 知道了 我替你